哎呀 这烟都抽得麻筋了 这是怎么 这一根烟抽一口 正坐着呢 小护士进来了 看了一个满眼 瞧着了 说他几句 得说着 哎呀 余老师 余老师 小心肝 肝硬话 说了一句小心肝 小心肝 再看于谦 怎么了 满脸猥琐的表情 怎么了 小宝贝 岳云鹏出身草根 他的成功离不开郭德纲的提携 郭德纲曾看中岳云鹏的孝顺和听话 决定将他培养成接班人 随着岳云鹏的努力和郭德纲的帮助 他迅速在相声界展露头角 凭借着在春晚上的一首 五环之歌 一炮而红 走入全国人的眼中 被人认可 火了之后岳云鹏也进军了娱乐圈 可以说他的跨界十分成功了 一步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让他在娱乐圈里站稳了脚跟 肩柄霞 鼠胆英雄 等电影的热映更让他名声大噪 随着岳云鹏片约不断 那个时候的 他也在进行着思想斗争 相声还是拍戏 对于前者来讲 这是他的铁饭碗 但干这一行的确也是要承受许多痛苦 最关键的事来还挣不到太多钱 而拍戏就完全不同了 收入肯定比说相声多 这对于岳云鹏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就在这个时候 郭德纲直接是骂了他一顿 这下也让岳云鹏彻底醒悟 我没有跳出相声的圈子呀 这个电话 瓢瓢底 你就每一步都是按这个相声的顺序来的呀 那段时间很苦恼 我说这怎么办 找我师傅 我师傅说 这样 先吃饭 先吃饭 先火了再说 要道理 你看看 一点就通啊 对啊 我就不屑于他们说我这说我那了 后来郭德纲也有谈过这件事 说岳云鹏在这一点做得很好 能听进去自己说的话 并且也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对于岳云鹏来说 郭德纲就像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不允许自己给郭德纲丢脸 郭德纲在相声界可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经常能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犀利的为人处事之道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的表演艺术以幽默挥鞋 欲教娱乐为特点 字字点破人性 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真相 让人在欢笑中得到启示 他在成功之前也经历过种种挫折和磨难 深知人情冷暖 却从未被打倒 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艺术理想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感染了无数观众 皇天不负有心人 如今郭德纲的弟子也都十分争气 为德云社的发展壮大天砖加瓦 岳云鹏可以说是郭德纲最得意的门生了 冰天可以说 岳云鹏让我很满意 亲儿子也就这样 他有一点做得比我亲儿子好 岳云鹏给我买了好多的忙 郭麒麟你怎么说他都不在时差的 岳云鹏的走红 除了自己本身长着一张讨喜的脸 说唱捧跳样样精通外 还得亏有孙岳这位得力捧根 孙岳在舞台上现挂多 大包袱抖得想小包袱露不了 不管岳云鹏在舞台如何洒花 孙岳都能及时把他圆回来 两人的天作之和 让他们成了德云社那仅次于郭德纲 于谦的二号人物 孙岳在台下也给岳云鹏不少帮助 在小剧场的时候 岳云鹏就经常打擦边球 孙岳就在台下耐心地教导他 成了名当了万说的段子就要更加小心 不然这些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 孙岳在这方面还是看得非常清楚 在一次演出时 台下一名女观众想要和岳云鹏合影 而当岳云鹏拿起他的手机的那一刻 惊奇发现这位观众竟然有马云的电话 于是岳云鹏说要立刻拨打电话 想向马云借款五百万 不料全程忘了观免题 通话的内容让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原来岳云鹏并不是真的打电话给马云 而是自己在那里假装和马云对话了半天 孙岳也很配合他 不得不说太逗了 那么你们喜欢小岳岳吗 马云 马云 马云的微信 小马 我送你个照片好不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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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